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The Physics Prize for studying how and why wombats make cube-shaped poo 我獲了搞笑那位 講兩次 美國最浪費的科學的項目 我是唯一個人出現在這個名單 三次 我是胡立德 今年四十歲 我是佐教理工大學 機械工程系的教授 我是中國人 我有兩個小孩 我的研究很多是從生活中有啟發的 我的第一個高校大學長 開始因為我在換我兒子尿布 他們就突然開始尿了 那時候我就覺得 小孩的尿時間有點長 量我自己的尿時間 我們也是差不多一樣的 所以我繼續去動物園去看 哺乳動物從大象到一個小狗 牠們的膀胱有100倍的不同的容積 但是牠們的排尿時間確實是一樣的 21秒 回答這些問題 你可以影響不同的領域 有一個羅本的密尿醫生 他唸了我們文章 他說這個很厲害 現在他可以從他們的尿尿時間 這個膀胱的健康是怎麼樣 我第一次獲得波羅科學人士 關於我的蚊子的研究 從這個我的兒子被蚊子咬的事情 去開始真的研究蚊子為什麼在下一個時候 不會被餘地砸死 你研究動物你要想最厲害的動物做這個事情是誰 如果你想清潔 貓就是最厲害的 貓牠們一天睡了16個鐘頭 但是牠們會花了3個小時清潔身體 一個貓舌頭其實放有290個小舌頭起 一天就用很少的拖椰把自己的身體弄乾淨 我們也設計了一個貓啟發的數字 一個仿生的數字 獲獎研究貓舌頭比人造刷子更好用 當科學家是其實很長的路 像本科研究所博士後然後當副教授 所以我15年沒有太穩定 其他的朋友都已經開始賺錢了 但是我已經還在上學 如果你可以做一個科學的貢獻 那也是一個不能跟錢比 我的研究都是仿生的研究 我從小我爸爸媽媽都喜歡大自然 所以他們從來都覺得大自然有很多東西可以教我們 我父母都是移民人 他們壓力很大 我媽媽說他是背水一陣 他們是在台灣長大的 念研究所的時候來美國 我生的時候他們每天還在去讀書 每天去實驗室 我父母最大的貢獻是他們給我保持下來我的好奇心 他沒有讓我覺得好奇心是不賺錢的東西 不是很重要 我是做數科的數據科學家 我是成都來的 約會的時候他有過帶一條大概兩米多長的蛇 然後他就說這個跟帶一條狗是一樣的 普通人會有一定的社會規範 福利德這樣做一些事情就比較等於所思 小孩有時候也會這樣 看著福利德這樣他也不會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奇怪 總的來說 華裔非常重視教育 我覺得美國的華裔跟上海的大城市沒法比 肯定沒有那麼誇張 在週末我的空時間 我也會跟小孩一起 會跟他們下棋去見 如果我小孩後來選了科學 我覺得那個也是很好的步驟 所以最重要我覺得 是要支持他們的好奇心 好奇心跟獨立 如果你有那兩個東西 我覺得很多問題你可以面對 你會不會 我會不會